我们看看这题目 假设两地之间的通话费 第一个半分钟是6元 之后每半分钟是3元 不满半分钟以半分钟计算 则T分钟的通话费 C of T公式如下 那单位是元 这C of T这等于6减掉3乘以 这是1减2T取这高师符号 那高师符号呢 是表示这X取高师符号 这是表示小于或等于X的最大整数 试回答下了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通话3分10秒的通话费为多少元 那么3分10秒呢 是3又6分之1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计算 C of 3又6分之1 这个值 那么这等于6去减掉3去乘以 高师符号里面 这是1减2乘以3又6分之1 那么这里我们画为 这假分数 这是6分之19 所以呢 这等于6去减掉3去乘以 高师符号里面 1减2乘以6分之19 那么是1减掉 这是3分之19 所以呢 这等于 这是负3分之16 所以高师符号里面 这是负3分之16 那么因为负3分之16呢 是负5又3分之1 我们写到这里来 这负5又3分之1 所以呢 我们取高师符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要用负6 我们要取比这个数小的整数 因此呢 这等于 这是6去减掉 3乘以负6 那么写到这里来 这等于 这里呢 是负得证 那么得到6加3乘以6 这是18 所以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24 这个答案 因此呢 通话3分10秒的通话费 为24元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试判别 叫Limit t区域2.3 c of t 这极限值是否存在 若存在 求其值 那么 在计算之前呢 我们先计算 这1-2乘以t 这t呢 用2.3代入 我们先计算 这是等于多少 那这是乘以2.3 这等于 这取高师符号 这1去减掉 2乘以2.3 这是4.6 所以呢 这等于 这是 负3.6 取高师符号 那我们算出 这是等于 负4 那么 我们得到这个值 当我们t用比2.3小一点点的带入 更用比2.3大一点点的带入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值呢 都是负4 因此 这Limit 这t 去近于2.3 然后这是1-2t 取高师符号 我们这极限值呢 会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值呢 会是负4 因此 我们要计算的 这Limit 这t 去近于2.3 然后这是c of t 这个等于 我们对这四值 取这极限 那么 前面这是6 我们直接得到这个值 那减掉 这3呢 我们把它提出去 那么这是Limit 这是t 去近于2.3 然后这里呢 是1-2t 取高师符号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在这里算出 这会等于负4 所以呢 我们再进来 这等于 6去减掉 3乘以负4 那是负12 那负得正 我们直接改成 加12 因此呢 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等于 18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三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三小题 是判别 这个极限值 是否存在 若存在 求息值 那么 在计算前呢 我们先考虑 这Limit 这t 趋近于2.5 负 然后这是 1-2t 取高师符号 那么 这时候 t是比2.5 小一点点 所以呢 当我们以2.5带入的时候 这是1-5 这是-4 但是因为 我们用的是 t 比2.5 小一点点 所以呢 在这里是 减掉 这里呢 会是得到 比5小一点点的数 所以呢 我们得到了 其实不是 负4 是 负3点多 所以呢 我们取 这极限值 我们得到的是 这是负4 这个值 因为负3点多 取高师符号 这会是 负4 那么 当我们取 t比2.5 大一点点的时候 那么这是Limit 这是t 趋近于 2.5帧 然后这里是 1-2t 然后取 高师符号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 t比2.5 大一点点的带入 那么 这变成是 1 去减掉 5点多 所以得到的是 负的4点多 那么 取高师符号 我们得到值 就会是 负5 因此呢 这两个 并不相等 所以呢 这Limit t 趋近于 2.5帧 这是 1-2t 不等于 不等于 这是Limit 这是T 趋近于 2.5帧 然后这也是 1-2t 那都是取 高师符号 所以呢 这并不相等 因此呢 因此呢 在我们再算 这Limit 这T 趋近于 2.5 然后这是 C of t 在算 这个 极限值的时候 那么会产生 这左极限 不等于右极限 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判断 这个极限值 是 不存在 这个答案